近期美国卫生部长阿萨尔与捷克参议长维德奇接续访台 中共绕台的举动更趋频繁 这个星期共军接连两天侵犯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 军事专家吴明杰就分析指出 这样的动作除了是对台在军事防卫上的一个测试 同时也不排除剑职美国 9月9号10号连续两天 共军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离台湾最近距离90海里 台海情势在升温 这个是对台在军事防卫上面的做一个测试 然后也在看台湾的一个防卫的一个政治底线 那同时间当然不能排除 它背后主要的一个目标还是美国 对美国这个对台强化 不管国防也好或外交上面的关系 所以这一次等于说 美国又提升层级由次卿来访 那他等于对美国再释放一个战略讯息 在对美国警告说 要求他不要跟台湾加大所谓的盟邦的关系 国防部痛斥共击扰台是严重挑衅行为 并罕见曝光苏凯30型战机等三张共击特写照 外交部也罕见召开记者会 表明共军情资亦通报友好国家 除此之外 中共频繁在南海东海军演 8月底向南海发射四枚中程弹道飞弹 面对中共军事力量 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指出 日本将面临扩充飞弹防御体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发表谈话指出 政府将与执政党协商 并在年底前提出有关拦截弹道飞弹的新方针 不过安倍即将卸任 外界好奇新首相是否会延续安倍路线 加强印太区域间各国的军事合作 近期事实上日本的一个防卫上面的军事采购 跟美国有多项的采购 都是跟主动攻击有关 这些动作都显示 安倍政府未来应该会持续建军 同时间美日之间还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对谈 美日双方未来在这个区块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在飞弹防御上面可能会转手围攻 那对于这个解放军 他的飞弹威胁会有一定的一个嚇阻能力 中共破坏区域和平稳定 针对共军绕台 前外交官刘士杰表示 下一个观察重点在于 美方包括国安会 国防部和国务院在内 何时会针对这件事表态 新海人亚太电视陈灰魔罩 婷玉台湾台北采访不到